MW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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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呢 MW7 今年發布的新機我們已經看到七七八八了 是時候我們要來一個小總結了 那個總結就要交由你來講 那基本上呢現在的手機呢 我們分成五台手機 一個別會頒發一個特別的獎項給他們 那至於哪一台手機贏得哪一種獎項呢 現在我們告訴你 好我們現在要頒發就是MW7 2018 最值得期待的手機 也就是Nubia的遊戲手機啦 但是這台Nubia的遊戲手機呢 是還沒有正式發布的 而且會議廠商也還沒有看它的真機 甚至還沒有看它的demo 只有模塊而已 我們可以看到就是它的攝像頭 看它的補光燈 屏幕也看不到 就只是看到它的那個設計而已 但是我們看到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就是它手機內竟然裝了四顆風扇 OK 我們從這個模塊那邊是可以看到它的電池 而且最強眼的就是 左 右 上 下 那四顆 擺設的小風扇 它感覺上就有點像是我們電腦的CPU裡面的那個風扇有沒有 然後到底我們手機的性能要去到多強 發多少熱 我們才需要這四顆風扇咧 這個很值得期待對不對 而且我們更看不到它的正面的那個設計 不過我們可以看到這個背蓋設計呢 採用的是那個非常科技感十足的顏色啦 就是黑色配上紅色的這個組合 然後據說呢它採用的那個設計風格呢 是融入了那個超跑鑽歌技術的那個元素在內的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那個中間 直排式的排列著那個鏡頭 閃光燈 還有就是一條 RGB 所以現在我們也可以看到各大廠商呢 做這個Crossover的跡象 比如Razer 也開始推出了Razer Phone 然後之後ROG呢 之前有傳言說他們即將會推出ROG Phone 現在Nubia也帶來這個遊戲手機 而且據說會在六月正式發佈啊 好 所以最值得期待講呢 我們就頒發給了這台Nubia遊戲手機 接下來我們就帶大家去看看最可愛獎 走 最可愛的手機獎 當然就是他啦 Nokia今年就在MWC發佈了一共五款新機 一個就是Nokia E 一個就是Nokia 6 2018年的 還有一個是Nokia 7 Plus 還有一個Nokia 8 Zero Code 這樣最後一個也就是今天的得獎者 Nokia 8110復刻版 為什麼我要頒這個獎給他呢 試問一下全MWC裡面 有誰是可以把手機做到像一個食物 還要是 一條香蕉 我們就撇開配置不要講 撇開規格不要講 當然是設計上面 只是這個黃色就讓人看起來覺得超級可愛的 欸 而且如果你不喜歡黃色 還有一個顏色 還有黑色 這個黑色就是電影MATRIX裡面的那個香蕉機 所以最可愛的手機獎 當然就是Nokia 810莫屬啦 吃酒啊咧 吃酒不如吃一個像蘋果一樣設計的 AXUS Zenfone 5Z啦 不過我們在會場這邊呢 是看不到AXUS的真機的 但是我們在Quadcom的這個會場是看到它的 AXUS Zenfone 5Z啦 然後我們現在要頒的這個獎項呢 就是 就是進步最多的手機啦 也就是我們頒發給了AXUS Zenfone 5Z 為什麼呢 它搭載了全新的Snapdragon 845處理器之外呢 為了解決它這個瀏海的問題 它用上了一個更新的19比9比例的屏幕 另外呢 它也有推薦了這個全新的Zenny Moji 不過雖然現在還看不到等到6月才看到 那我們可以看到整個外型設計 無論是手感 還是功能 還是性能 都是很值得期待的 跟以往的Zenfone 2Zenfone 3Zenfone 4 會來到這一代的Zenfone 5 它是進步了非常多的 尤其是售價的方面呢 更是讓人家 哇 嚇到了一下 是不是很值得稱為 進步最多的手機呢 在MWC這邊除了看到最厲害的處理器的手機 最美外型的手機 當然還要看黑科技的手機啦 我們看一下 我現在要頒的就是最多黑科技獎 看到我站在這邊就只要得獎的是 Sony Xperia XZ2啦 雖然這次Xperia XZ2呢 有改變了一下外型讓Sony fan失望 可是 黑科技還是有的 還很多team 第一點 4K HDR Sony的鏡頭很厲害 大家都知道 可是這次竟然升級到可以拍到4K HDR的影片喔 這個Level是可以追上相機咯 第二點 超慢速錄影 Sony去年就已經在MWC發布了720T的960fps超慢速錄影 讓大家 哇 這次它再一次把它升級變成1080T的超慢速錄影 再次讓大家 哇 還是要頒給它咩 第三點 震動系統 什麼是震動系統呢 其實就好像當你在玩game的時候 你每一次射牆都會有輕微的震動 又或者當你在看電影的時候有爆炸場面的時候 你爆炸的時候會同步給你震動 其實這次Sony是從PS4 PlayStation的這個Dual Shock Joystick那邊拿到的這個靈感 然後你在握著手機 好像握著Joystick這樣子 最後我和阿Ken要帶你去揭曉 今年MWC的最佳手機大獎 那最後一個當然就是MWC 2018最佳手機獎啦 沒有錯 它就是Samsung Galaxy S9 S9 Plus 為什麼要搬給S9 Plus呢 那最大的原因當然就是因為S9只有一顆鏡頭 而S9 Plus呢是有兩顆鏡頭的 那除了兩顆鏡頭之外呢 其實這一次新加入了一個可辨識雙光圈 一個F1.5 一個F2.4 自動根據附近的這些燈光 然後就自動切換 真的很厲害你知道嗎 這樣拍出來的照片不是很漂亮 呃 它有一個Super Slow Mo功能 欸可是不是一早就無聊咩 但是更厲害的是什麼呢 因為S9 Plus呢配合這個F1.5超大光圈 在比較暗淡的地方呢 其實它拍的超慢速度錄影 效果還是很不錯的 更重要的是什麼 你拍完之後是可以 save成Gip file送給朋友 然後或者是save成Wallpaper來自己使用的喔 啊還有一個它值得得獎的原因 就是還有一個全新的AR Emoji 不過呢我覺得好像有點像別的品牌的工具 不是它這個AR Emoji跟iPhone X的AR Emoji 是不一樣的 它這個是可以自己設定自己的Emoji 換皮膚換頭髮戴眼鏡等 對於別的品牌來講 它這個有更長遠的發展性啊 OK那你講到這樣子 那除了之外呢 還有什麼新功能呢 PaxiVision呢 它今年加入了一個新的Live Translate功能 Live Translate功能就有什麼這樣厲害喔 它跟之前不一樣的啊 它這次我只要手機拿上來 就可以實時翻譯了 不用拍照 接下來這樣呢就是最新的Infinity Display啦 還不是一樣 還不是一樣 6.2x18.5x9 Super AMOLED Infinity Display 啊是啦 那是可以知道它這新的設計呢 就是屏幕的上方和下方 是設計的比較窄邊框的喔 最後一個原因也是我最喜歡的原因 也是我最喜歡的原因 為什麼我們把最佳手機 搬給Samsung Galaxy S9 Plus呢 因為它都是經過AKG調音的喇叭 這個還不重要 因為最重要的是 還有加入這個Dolby Admos的環繞音效支持 讓你打開之後呢 更大的音量 更好的音量 更好的音量 基本上我們現在就可以總結完 MWC 2018 五大特別值得關注的手機啦 可是有點小失望 就是今年 沒有讓人家有 哇 對沒有就是讓人家能夠驚喜的東西 比如說我想要看到 8K錄影 Sony的雖然說 4K HDR錄影也是很厲害啦 然後之後還有一個那個 小米MIX 2S沒有出來 對 還有一個我很期待的 我很期待的就是那個 Nokia的Panta Lens那一台手機 竟然也沒有出現咯 還好有一個黃色的香蕉機 對對對 安慰心靈一下 還算不錯咯 基本上呢 今年的MWC 2018 就到此為止了 可能有點小失望 但是沒有關係 我們明年同樣時間 同樣地點 MWC 2019 見 我們失望的六週 掰掰 掰掰 想要購買到最新最潮的電子產品 或是更好的價格 更好的服務 可以去到Sup2Gadget.com 或是關注他們的Facebook專頁 包你滿意